苗栗县拱天公所敬奉的主神白沙屯马祖 专程北上来到新北市议长蒋根黄 为在新庄区所设置的服务处停假休息 虽然仅有四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有许多的信众都把握机会前往膜拜 为家人来祈福 而服务处表示以厨艺祈福作为活动的主题 祈求神明让疫情快快地远离大家的生活圈 7月8年神匠热闹地震来自苗栗县通宵镇 白沙屯拱天公敬奉主神天上圣母马祖 专程北上来到新北市议长蒋根黄 为在新庄区中港路段上的这间服务处停假休息 并供信众参拜祈福 新北市议议消防局已经攻请我们白沙屯马祖 要上来新北市新庄这边已经很久了 那终于白沙屯马祖答应了我们消防局 新北市消防局会上来新北市新庄区这边 那因为议长是我们地震总部的大队长 所以第一站白沙屯马祖先到我们博物处这边 来做休息 那供所有的民众来做参拜 疫情打乱了各行各业的生活步调 服务处说明以处与祈福作为活动主题 而天上僧母决定停假在议长服务处 虽然仅有四小时的时间 但是许多信众都把握机会前往膜拜为家人祈福 同时也说出了心中的愿望 祈求生命让疫情快快远离大家的生活圈 我是马祖的行动啦 从这里过去看见 都在这里有 有车的马祖不来这里 我特别来这里拜祭 保住大家的愿意 他会比较快过 我只从台湾过来 我在那个公路上看到我们白沙屯马祖 特地从来到我们新北市新庄区区长博士这里 然后我们就全从台湾赶了这里 希望我们的马祖母妻来保佑我们大家 好多人在这个疫情期间 平平安安 大家都能顺利算钱 那也希望白沙的马祖可以保佑我们 新北市民新庄区域的区民 就是可以保佑村平安健康 疫情可以生生低劣来过去 根据宗教人士指出 能够让马祖选择停留的公庙 或者是明代服务处等相关人士 都是非常开心的 因为这绝对是天上将下来的好福气 才会让马祖母选择停假 记者黄又贤心中报道